桃园的动漫迷有福乐 为在市区精华地段的桃园公民会馆 重新改造活化 变成桃园动漫文创交流基地桃动漫 并在21号下午正式开幕 场馆结合展示餐饮表演观光等多角化经营 未来还会规划动漫音乐会 见面会 讲座 工作坊等活动 动漫迷们尽情锁定最新消息 未来在这边会成为我们台湾动漫 推动的交流基地 也是我们人才培育的舞台 那我们未来会在这边会贩售 我们台湾动漫的相关的这些延伸商品 然后我们这边也有VTuber的 虚拟的场馆的介绍 那另外也有很多的展览 工作坊跟课程 未来会在这边推动 我们希望可以结合我们桃园的 动漫大展 国际动漫大展 能够让桃园这边吸引更多的人才 一起来共同推动成为我们桃园 动漫人才富裕的培育基地 以及动漫产业交流的一个基地 开幕仪式还邀请许多知名漫画家 到场参与 由台湾国际知名漫画家 欧佑翔 桃园带地的漫画家哈雷 以及首种志崇长女 首种刘梅子跟漫画家丈夫 除了祝贺桃动漫开幕 首种刘梅子也希望动漫 可以带给大家希望跟勇气 呼吸引更多的人才能 另外為了歡慶陶董漫開幕 從即日起到明年的1月21號 舉辦逃動漫吉祥物征選針戒 要跟逃動漫的精神主旨CATCAT有關 首獎有3萬元獎金 未來也將成為逃動漫的主視角跟周邊主題 也藉由開幕宣告 我們希望可以征求我們逃動漫的吉祥物 我們吉祥物的征求時間 會從現在開始到1月23號為止 歡迎我們有興趣或者是有動漫專才的好朋友們 一起來幫我們逃動漫設想 開創我們的逃動漫吉祥物 為我們這個館設能夠增添光彩 未來我們這邊也會有相關的吉祥物的IP的開發 跟周邊商品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逃動漫場館一樓有動漫IP 比其貓手搖映桃園伴手禮 國內外知名動漫周邊販售區 二樓則是動漫展示空間 目前是以VTuber虛擬主播為主題 為了慶祝開幕 還跟桃園酒廠推出三款限量動漫主題清酒 歡迎動漫迷們來到桃動漫互相交流 記者會為伊藤圓圓的報導